Pool Over 仰外拉举 欢迎点赞及订阅 好 今集就是说 Pool Over 仰外拉举 就是究竟这个Pool Over 有人说是练习外側胸 有人说是练习外側胸 有人说是练习背腹肌厚一点 那究竟是什么呢 一会详细说的 好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很多运动 例如玩肩膀 像这些过骨链的中博 又或者是引体上升 又或者是一阵所说的 Pool Over 仰外拉举 很多都是双手过头的人 而导致肩刮肌 或者是五十肩疼痛 那究竟为什么呢 好 一会详细说清楚 好 你好 我是Victor 欢迎到这个伟大健身频道 我重新讲一次 今集就说过 Pool Over 仰外拉举 前一个视频就看到 练习外側胸 有三种方法 再重新一次就是 身体 瓦铃 和机器 胡蝶肌 也可以用Pool Over 仰外拉举 做的 这个动力大概是这样 但是 这个Pool Over 仰外拉举 很多人经常都想 究竟这个是练习外側胸 还是练习外側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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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分别呢 一会详细说清楚 好了 现在我们会有三种示范 第一种示范 第一种示范 如果你想练习外側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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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练习外側胸 用啞鈴枉法 将Banch 转转到另一个方向 第三种示范 如果练习外側胸 背阔肌 背肌厚一点 不是用啞鈴的 用肛鈴去代替 另一种萎萎的方法 那怎么做呢 当然 最练习外側胸 当然要练习外側胸 像大铃打拉筋 拉两边的肩膀 然后再练习外側胸 然后再练习外側胸 好 开始 好 现在我们就说 练习外側胸 就是中文叫做 让我拉胸 他有两个练习外側胸 一个练习外側胸 一个练习外側胸 像上一个视频所说的练习外側胸 另一个练习外側胸 就是练习外側胸 就是练习外側胸 如果练习外側胸 在练习外側胸 会厚一点 背脚OK 那两种练习外側胸 这个练习外側胸 以前在练习外側胸 是一比一的 但是 这个练习外側胸 是这样的动作 但是很类似三头肌 这样就 拿三头肌的标准更稳定 因为 牵涉到重量 牵涉到三头肌 也是多肌肉 多关节的运动 也牵涉到肩膀 可能会受损 太重了 所以玩三头肌 就算是三头肌 就算是三头肌 我认为三头肌 三头肌 只有二十公斤 因为有重量 也有二理由 輕玩 五公斤 七点五公斤 至十公斤 即是现在我认为 我玩十公斤 一半以下 感受一下 你那个外側胸肌 或者后面的背背肌 那个感受 所以才是最稳定的 记得用你的时候肩膀去发明 刚才讲这两个的差别 是那个轨迹怎么玩法呢 就是 如果你是练两边側胸 又外側胸 双手尽量直 直的定义 就是这两个手肘 尽量拍横 这样叫拍横 这些叫尽量直 好 如果是练背背肌肌 即是背肌厚一点 那那个玩法呢 就是手尽量曲 曲的定义 这两个手肘 打开 当然啦 当你玩回上头的时候 就会全手直 没有什么分别 最主要 落个食轨迹 如果是 上手尽手肘直 就是练两周 打开落 就是练背肌肌 OK 再一次给大家看看 而且如果拿个马铃 这个泥尽量 好像三个已经套住 即是好像这样套住 最稳定 OK 现在先试十公斤 OK 那玩法呢 之前呢 做好做拐头肌肌 担保护肌肌 要兼计 令到平空 而做到两面身空的感觉 和 或者 这个拐头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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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放兩種的 兩個豆腐 盡量打入 來直 換上去 加上來 焦墊 開上去 想下 鞠狗 雷關節 一後來 焦墊 開上去 往上去 鞠狗 鞠狗 屁股 再上去 趙中 會直回 放上去 如果您 会不会跟这生 两个打号也看到了 会派人 拍马头 整个总体一般 如果写两个打号也拍马头 会派人 让他挪着挪 给我们来的关系 迎戴下来的 按压力 好了 大家 已经明白了 再说一遍如果想要两边真好 两边真好 一边真好 两边真好 两边真好 双筋正直 一边像张派人 拿着手指会放 六指会放 上的时候 没有直的 這個清楚 但如果是練背背肌的 想練背肌厚一點 上課時會很直 緊的 拿著兩張打開卡拉麥 拿著兩張拳 呼吸拍就OK 這個大家清楚了 好 我在下一個視頻就做 如果的 我是想要練過兩周 所以更加硬一點的 都是用瓶壓來的 都是同一個Bench的 但我的姿勢剛剛變成長直90號 不同的姿勢會感覺很厲害 OK 開始 好 現在就講一講 另外的玩法 這種玩法 現在會更加硬一點 身體還是不回覆的 屁股就穿下去了 那時候會睡不睡不睡 還有那時候呢 一樣是說 兩個手肘進去 走進去 那時候進去 如果做到的案 因為本來那個關節位置都不一樣 OK 再一次給大家看看 把肩膀放在一個Bench裡 皮膚穿下去 進去形成一個曲 一個綁符 用到兩邊的側面更加硬一點 他都會不會說 很快 你還在這裏面更加硬一點 在這裏面更加硬一點 是想說 你到底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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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yodide 再用紧紧紧 把手放在旁邊 把手放在旁邊 再講一次 因為皮膚脫了下去 那次拱起雜 令這兩肩胸胸瘦會更加硬一點 這個比之前那個 翻了一個Bench 打滑而是更加入學 當然啦 比較重一點 大家小心一點 請大家小心用 那接著呢 下一個視頻呢 就是講 怎麼練 用一個鋼鈴的EZ巴 怎麼練背闊機 厚一點 好一點 你們都是代替人 第一種方法 OK 去片 好 現在再回來這個呢 就是再講是練那個背闊機的 Prooper 讓我拉 它之前是側空的 就是另一種玩法 好 現在再講Prooper 練那個背闊機的另一種玩法 之前那個是用啞鈴 現在用鋼鈴 過年呢 就建議用EZ巴 就是W巴 和Code巴 會好 像這部的EZ巴 會比較遷就手 雙手Code的 盡量呢 是將鋼鈴打開 用那個時候 吸引慢樂呼氣快上 再用那個時候 吸引慢樂呼氣快上 用那個時候呼氣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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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就是 要注意的時候就是 因為呢 就是有點類似三頭肌的延伸 伸展的 所以呢 看回以前的標準呢 三頭肌 舉個例是三分之一 我63公斤的 663公斤的 就是20公斤了 OK 那現在我就玩一個呢 就會 因為這支的EZ巴 都已經是10公斤了 我每變加7.5公斤 不是 每變加2.5公斤 就是總共加15公斤 所以我加上我的扣子 就超過15公斤 都幾重下去 那我見到你玩輕一點 都沒辦法 那支EZ巴的W巴都這麼重 都沒辦法了 這麼高的空氣 好 還有一次給大家 再說一次 吸引慢樂呼氣快上 兩個單打開 OK 是 連你的背部機 就是 側面看 背部會厚一點的 OK 而且 耳膳和那俐得更好 因為他會知道 這支EZ巴的運動 非常好 是 側面看 這支EZ巴的運動 即使是 是 那個收音的 這支EZ巴的運動 一支EZ巴的運動 這支EZ巴的運動 笑 是的 是的 我 可以自己安靜一點 最後那時候 曲 曲 曲 手 上的時候 放回接近心口 不用過了 大家清楚明白嗎 又回來了 這個視頻分得很清楚 這個訓練Prover分了兩種方法 再重溫講一次 手肘要 如果是要兩邊手肘 向裡面閃 伸直的手 就是練到外側胸 但是如果把我 這兩個手肘外旋 而彎曲的手 就是練到後面背脊的背腹肌 厚一點 兩種練法 這個前面很清楚 但是如果想更加深入一點 前面的視頻都講清楚 就是將這個 手完全伸直 打橫的伸直 不是打直的伸直 然後伸直 再說一次 全身拱起 屁股低低 膝頭抬高 令身形拱起 斜的兩邊胸 更加有效 這種方法 令它更加深入代替 之前的啞鈴 方法 連另外兩種 又第三種 就是 如果你覺得啞鈴 握得不太順 如果用背腹肌 你可以用這個降鈴的代替 這個降鈴代替 有點類似 玩心頭肌 那種伸直 但是放在空前 那你覺得 打起來 雙手打開 就會覺得很硬 後面的背闊肌 OK 現在大家看清楚 好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很多運動 要雙手過頭 很明顯 舉個例子 之前說過 玩這個 這個 雙手 玩這個 肩膀的彎 那你都有一些 例如說 要做一些 想要看 忍她上升的時候 會把雙手打開 抖開的時候 伸直完手 的 有很多動作 包括剛剛說過 這幫手打開 也讓雙手過頭 他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問題 就是看見這個 是想看見 挺上肌 跟肩膀 一上去就能摩擦到 所以導致肩隔骨和激上肌 就很痛 很多人有50肩隔骨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要解決呢? 有很多動作沒有辦法 但是盡量代替 看看以前的短視頻 如果連中博 你選擇一些代替的機器 這些Lateral Souldering Machine 就可以一個Banch傾斜 這樣就沒那麼厲害 舉個例子 有些人玩堅推 用降臨玩法 站在後面 盡量在前面 不要放在後面 那刺激的程度沒那麼厲害 還有很多玩法 還有一些要避免的 譬如你玩引體上升這些 你可否用其他代替呢? 用以前那些視頻的 啞鈴的蛙船代替 沒有辦法 盡量可以減少這些 雙手伸直的 還有呢 也有一個 譬如是三頭機 有很多都是 好像 這樣的玩法呢 代替它 不要盡量過頭的 那就會好些 你也看回這個 以前的視頻 是說那個 點案聯合鐘 這三種玩法呢 再重新 那個Body Deep 或者用啞鈴的玩法 或者用蝴蝶機 全部都沒有過頭的 好過你用這個Prover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所以呢 盡量選擇動作 不要過頭的 這些動作 沒有辦法 好像 像外側動作那次 用Body Deep 會好些 所以 沒有扯多你的肩膀 當然啦 你要做鬆多些肩膀 還有呢 看看這個拉筋呢 之前的 有些拉筋呢 你盡量用大力打來做 因為有些拉筋 好像這幅圖那樣呢 有些人玩得太多 太重 我也是一個例子 玩得太重 一隻手 僵了 好難伸到後面的 所以呢 就用彈力打來拉筋 鬆了 因為很多人的僵硬化 很多原因 沒有辦法啦 所以很清楚 譬如看油漆工人的工作 好喜歡雙手垂直去油油呢 長期之下 肩膀的磨損很厲害 後面那個 激上肌 和肩膀 會導致這個磨損 摩擦 擠壓 盡量 沒有辦法 因為你玩健身 很多動作都相差垂直 所以盡量去避免 還有 有些動作可以代替 之前說過啦 再舉個例子 有些動作有些 有些 扎直在上面呢 用來抽腹肌 練腹肌 不要啦 用回我另外 以前也說過 睡在地下的 做腹肌 不要盡量伸直 OK 大家清楚明白啦 OK 下午呢 就補充 補充 補充 就是說營養系列 那個 纖維 這個 纖維很重要的 OK 希望大家分享這個視頻 給你親戚朋友啦 做得那麼辛苦 每次都是 做到三間半夜 給他讚我啦 還有呢 最重要 訂閱 非常緊張 GüLyuuu 訂閱 訂閱 記得訂閱 訂閱 還有訂閱 下面訂閱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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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道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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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